上次给大家讲了关于天穷和怒魂的使用方法 小伙伴们肯定对这些装备非常好奇 到底能和哪些英雄有怎样的配合呢 本期就给大家仔细讲解一下日渊的妙用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它的主动技能 逐日增加射程和移速 并对目标附近最多两个目标造成30%的分裂伤害 那意思很简单 其实就是后翼的一技能分裂剑 但经过测试啊 我们发现日渊的分裂伤害写错了 装备上虽然写的是30% 但实际的分裂伤害是主目标的70% 应该是描述问题 后续估计有修复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看到这个装备特效后的第一反应 就是想知道这个分裂剑是否可以触发装备特效或者英雄特效 所以我们也是一一做的测试 首先是装备特效 经过测试开启日渊后 分裂剑可以完美触发末世的破败被动 宗师的强化普攻 还有冰矛的缴械被动 冰卖的强化普攻其实也能触发 但只能触发两个单位 应该也是个bug 最惨的还是电刀 分裂剑完全无法触发被动电弧 不过这也说得过去 这样是能触发的话 就是30%×3的概率 满屏都是电刀的伤害 过于恐怖 接着我们又测试了英雄的契合度 那根据测试结果 我们把它分为了三大类 第一类 普攻作用在敌方身上 有叠层机式的英雄 这类英雄有阿里 狼狗 马可 眼雀和张良 那开启日渊后 这五个英雄的普攻都可以同时对三个目标叠被动 非常恐怖 但是张良也有个类似的兵卖的bug 也是只能对两个单位触发普攻被动 好一个难兄难弟 那第二类 自身普攻有叠层机制的英雄 这类英雄有高剑梨 小鲁班 婉儿 还有王昭君 那开启日渊后 这四名英雄 均无法通过日渊的分裂键 给自己叠加普攻层数 就是无法通过日渊A下 叠满强化普攻的层数 另外 只有王昭君和婉儿第三下强化普攻可以进行分裂 鲁班和高剑梨的强化普攻都无法进行分裂 那其中王昭君的评A最为壮观 第三下评A直接瞬间打出九枚冰箭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期视频 讲的就是王昭君一发评A秒了脆皮 不是日渊出来了 甚至可以瞬间秒掉三个 有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到时候试一试 第三类 可以依靠普攻减少技能CD的英雄 这类英雄有孙夜枪 杨昱环和新英雄司空阵 其中孙夜枪一技能后的娜发炮弹无法分裂 而杨昱环一技能后强化普攻却可以 但是他两都无法依靠日渊的分裂键来减少一技能的CD 不过司空阵就不一样了 无论是普通形态还是大招形态 不仅可以分裂伤害 还可以叠自身层数来刷新技能 普通形态A两下就能刷新一个技能 大招形态更是变态 放一个技能A一下 打中三个单位就能刷新技能 可以做到无秒无限技能和强化平A 雷霆之王名不续传 怎么样 看完整个测试啊 各位小伙伴们 是不是对这件装备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呢 等到上线后啊 理解远超他人一大千 岂不美瞻 然后还是呼吁一下策划们 训练艺能不能加一个 直接买原初遗珠的功能 你知道我们测试这些英雄 花了多长时间吗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有趣的脑洞啊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一个案例名为 我们再加把劲 都先有留言 俗人介绍来的 据说致厌实胜很有效果 只体验了三分钟 我就吃满了一盆 那可不啊 厨身端座直播间 姓林胜手张大轩 虎牙688 每晚七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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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